第二章,第一,那夜,品花楼种花各战绝技,争其斗艳,想要吸引的天下无刀城大公子刀无侠,出乎所有人的意料,最终却挑选了一个楚楚可怜,毫不打眼的小丫头香儿。 当她将香儿搂在怀中,宣布她的所有权时,众姑娘接脑袋一嗡,看到了失败两个字。 郁郁茂盛的荣树下,有秦红一身白衣,寒息抚琴。 儒哥在她的旁边,手托着衫,坐在绿阴阴的草地上,双目正正发呆,近似丝毫没有将那曼妙的琴声听入耳中。 有秦红望她一眼道,在想什么? 儒哥回过神来,对她吐吐舌头,笑得很不好意思。 自从那日她出楼买东西,偶尔在这片树林里见到练琴的有秦红,已经有小半个月了。 这半个月里,她经常来听琴,对有秦红也逐渐熟悉起来,发现她并没有看起来那样的冷淡与疏离。 对不起啊,我方才没有注意听你的琴。 儒哥小心翼翼地道歉,希望她不要生气。 有秦红平静道,告诉我你在想什么? 儒哥抱着膝盖,小脸仰起来,望着蔚蓝的天空道,我在想,有些事情真的很奇怪,有秦红等她继续。 那一次,刀武侠在品化楼第一次出现,我看到很多姑娘多下了功夫,很努力地想得到她的注意和倾断。 幽兰姑娘说话一绝,气质出众,翡翠姑娘五美风流,歌迹出色。 凤凤凤姑娘释出奇招,想用飞方来与众不同,百合姑娘更是大胆出位,攻魂射破的。 风信息也是足足用了一下午的时间精心打扮,特意戴上了面纱,要扮神秘高贵。 为了更引人注目,还请你为她办琴。 天空蔚蓝如雪,儒格叹息道,可是,他们全都失败了,成功的是一点准备都没有的香儿。 为什么会这样呢?不需要努力吗?不需要努力就可以成功吗? 或者说,努力了也不会成功吗? 柳琴红抚琴道,怎会有如此大的感慨,只是运气罢了。 运气?儒格忽然悲道,可是运气是那么难以琢磨,个人有个人的命。 儒格文言扭过头盯紧她,追问道,那努力会有用吗? 柳琴红依然扶琴,垂手道,有时有用,有时无用,儒格笑话。 多证据的一句话呀,有时有用,有时无用,但谁人知道何时有用,何时无用呢? 过了一会儿,她摇摇头道,嗯,还是要努力,即使不成功,也不会后悔呀。 呵呵呵,你说得有理,儒格听到柳琴红的赞同,高兴极了,笑道, 呵呵,就好像你,因为总是在努力的练琴,所以才能成为名正天下的琴盛。 柳琴红道,你错了,我不是琴盛。 什么?她震惊地张大嘴,你不是琴盛,我只是琴盛的弟子。 清脆阴茂的容树下,白衣的柳琴红,悠然出尘,轻压绝了。 如果实在不敢相信,她如果不是琴盛,那真正的琴盛又会是何等人物呢? 她不禁笑容起来。 琴声匆匆,柳琴红在琴声中回忆道, 遇到琴盛那年,我十二岁,琴声一袭白衣, 洁白得像天山上的虚,与阳光耀眼, 让人简直看不清楚她的模样。 儒哥好奇道,她的琴益比你还出色吗? 我连她一分也比不上,儒哥不信,又琴红笑。 哼哼,最起码,她奏琴时,你绝对不会奏神。 儒哥羞红了小脸,我已经道过歉了。 柳琴红笑得宽容,儒哥难难道, 秦盛,不晓得我能否有机会见她一面, 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 秦盛每年会到品花楼一次, 算算时间也就快了。 有琴红的声音中,也似带着无限向我。